前面這個路口小心喔 有點危險 好 不要怕 我有法寶 什麼法寶 這個 這什麼鬼東西 捲尺 廢話 我也看得出來這是捲尺 你不知道嗎 過個馬了 現在行員有三公尺的安全範圍 車輛不得入侵 不得侵入 其實一直都有 只是因為之前的法規就規定了 我們人走在斑馬箭上對不對 車子必須要跟我們保持至少三公尺以上的安全距離 但是因為最近發生了幾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像是有人路人過馬路的時候 因為死角 因為什麼關係 造成公車或者一般汽車就這樣撞上 輕折的時候上重折可能甚至就不在了 所以現在台北市的交通局跟警察局 決定攜手加強管制 在全台北市的58個路口 他們會加強取締這個動作 哦 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車輛違規怎麼辦 不違規的話 那就跟之前一樣嘛 反正就是1200到3600的法規 哦 所以為了確保行員安全 是 那很簡單啊 你只要燈號分流 人車分流不就好了嗎 是哦 不能跟豬一樣 不用了啦 其實這個法規早就開始 那根本不用擔心啊 因為大家駕駛應該都會知道 不要怕 而且不要擔心啊 不管你喜歡或不喜歡我們影片 都要記得幫我們訂閱哦 不要忘了 還要開鈴鐺 快聽了啦 不然他要死了啦 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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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誒 OK